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到这里聊玩具 我是Pop Cam 今天要跟各位带来的是这一款 S Plus 东宝30系列的 福音战士Burning G-Away 就是燃刀的狙觉醒 各位观众一定觉得很奇怪 就是已经狙觉醒一次了 干嘛还要再狙觉醒啊 因为如果你是EVERMING的话 你应该都知道这个叫觉醒形态 但是为什么到这边觉醒你又在觉醒 就是因为要再赚你钱 就是这么简单 那我们就将内容物开出 OK我们已经将内容物开出啊 它这一次附的是本体 跟一个尾巴跟一个垫子 为什么因为还是改不了那个毛病 就是会软角 毕竟它这个地方空心的嘛 这个地方是会软角 一定要点切记 还有附这个圆圈圈 它是在福音战士觉醒的时候啊 有了这个圈圈 然后有了这个手臂 有了这个颜色的变化 但是为什么到了S Plus的这个案子的时候 它要变成是Burning 因为如果 G觉醒觉醒形态 面前有没有很饶舌 这个圆盘啊 其实朋友拿到的时候有跟我讲 有点丑 也不是丑 是你没有调姿势 我调给你看 因为它这边是球关嘛 按压进去的时候 这是可以让你随便乱转 它是放在后面这里 我现在把它插上去洞之后 我稍微找个角度给你喔 是没那么明显啊 再来啊 就是吹尾巴的模式啊 吹尾巴的模式就是 我们已经教过N遍啦 我觉得很奇怪啊 摄影师就是叫我 一定还要再吹一次 我觉得很烦 摸起来就像这样 像麻糬一样 你就可以插啦 记住喔 不要摸背起 以前我讲过啦 不要摸背起 背起会被你抓断 OK 组装完毕之后啊 各位是不是不知道 这一支到底是什么来头 其实就是这一支 它在对战立天使的时候 觉醒变这个形态 然后为什么是这个动作 它为了攻击立天使 不是长出那只手 所以是这个姿态 不是不要过来 它不是喊不要过来 为什么这个没有影片呢 其实不需要影片 因为安野秀明宇宙是自由的 不是只有刚普拉是自由的 安野宇宙世界也是自由的 够自由吧 安野宇宙的世界就是这么自由 它爱怎么搭就怎么搭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这个出处到底在哪里 它一开始发表的时候是2016 就是有这个企划做结合 到了2017年之后 它就发了玩具 2022年的时候 它正式变成Pachinko的一个宣传影片 真哥跟初号机一起对战基多拉 后面啊 各系列的产品一直出来啊 像这一支的前一款就是这一支 这一支它原本的原设定色啊 也不是这个紫色 是有点偏金属的金属紫 然后手臂也没那么靠近 手臂比较网坏一点 然后正式发表是这样 当时有引起的 就是玩家有点抗议 这个就是它的第一版 后面又出了第二版 第二版就是在Pachinko的那个影片释出之后 它又再出了一版加强色 后面啊它又再出了Q版 还有我们最近刚预购在社团 还记得预购 二号机的Q版又出来了 所以啊 已经拥有了这些之后啊 其实它们也很聪明啊 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形态的话 好像哪里怪怪的 所以它就出了这个形态 这次的设计怎么样啊 原则上它有改动的地方 就是多了这个手臂 这个手臂不是火焰石 这个手臂应该要叫做能量 对它不是一个火焰 它是一个能量 因为如果我们要按照初号机的那个设例的话 打出来的手 然后击退地天使 那可能在这个作品上面啊 它是要击退谁 我不知道 应该是基多拉吧 再来是它这个脚啊 如果你歪歪的 是很正常的 每一只都歪啊 加热一下 它就是也会回去了 它的头也有做变动 这只的头跟这只头是不一样的 这个啊 它头是向上扬的 肌肉的拉扯啦 的那个肌肉线条是不一样的 这一只啊 就是原版的样子 这两个差别 最大的地方 第一颜色 第二头部 第三光圈 第四这只手 其他的设定都差不多啦 它原本的设定就是以红莲为主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它的背起啊 跟1995的SDCC 是差不多的设定 里面是内图局 外面慢慢在建成上去 其实背起非常漂亮 值得你一收啊 因为如果你有这一只 然后又有二号机 那你当然就缺这一只啊 官方就知道嘛 玩具商知道嘛 所以就赶快出这一只卖你了 也有人问我啊 就是说这一只会不会出Q版 那不好说 有钱赚的话 一定出 记得来到处社团预购 OK 那我们就一起进入细节展示阶段 然后再查一下 听 一共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OK 观赏完细节展示之后 各位是不是对这款Bernie G Awake是非常喜欢的呢? 你不喜欢也不行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买了这两支 你必定要买这一支 这样整套看起来才完整 它这一次的设定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符合 那个时候的觉醒形态 我说的是福音战士权利 也有人说那是神话形态 我不知道 但是官方他在说这个形态的时候都是说觉醒 但是我在网路上看到又看到很多些神话 我觉得神话应该更正确 应该是指13号机吧 好像比较像是 再跟各位说一次啦 你如果有入这两款的话 记得收再版 不要收初版 为什么?因为再版颜色比较漂亮 初版它没有附电子 所以会软角会干嘛的 有点麻烦 我当然是为了你们着想 所以我会叫你们收再版 是吧? 这个初版会不会卖比较贵啊? 这个我不知道啊 因为我不是股票台 我真不知道 但是你现在收这一支扛进视频 因为刚发货 而且它还有代理版 那你修名宇宙就是自由的 可以随便结合 大家对这一支Bernie G Awake 是不是有了解它到底是什么了? 值不值得购入? 你应该心里有答案了吧? OK!大叔聊完剧就为你播放到这 我们下次见 掰掰 如果你喜欢这次的开箱影片 别忘了按一下喜欢 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次影片见 掰 我们下期再见